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17日,今天最后一场都要点击节目啊,做完这个就不做了,因为已经点击过一万了,毕竟是年十几高了,今年已经是68岁了,虽然不富老,但是毕竟是和以前比较力不充心的。 首先是晚上就是起床的四处太多了,而且上楼梯觉得有一条腿不像以前那么健步如飞了,言归正传,刚才看了一条消息,我感到有必要出来讲一下,我倒不认为是我重要,了解的事多,我认为我在这方面,以前我曾经还是下了些功夫,去研究就是波起来, 我刚才看到是蔡生坤发表一个geek,非特别人叫X,说啊,在上面有个小言论,挺有意思的,他讲到波起来和习近平,他讲了江泽民还活着的时候,那就是二十大以前呗,有熟人去秦城监狱看望波起来,此时的波起来留着长长的户须,一呼先锋倒鼓的模样,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消息不实,为什么呢,你看,所有的监狱规定,是不能留户须的,这是非常严格的一条,就是司法部的规定,所有的监狱,包括秦城监狱都是一样,它不会有这特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留完户须,有过那个东西啊,互利器特别麻烦,里边呢,当然它是亲情监狱, 我们一待过啊,据说条件好,再好,它必须是监狱,因为什么,你要如果胡子太长的话,得许问那个电,那个T恤刀的T恤刀也好,还是走动那个T恤刀也好,上面是有刀片的,那都是不允许,那是违禁品,极其严格控制违禁品,就刀片,因为刀片,你要是,如果是那种电动的, 这个T恤刀吧,里边也是有刀片的,是吧,只不过是你拿电池来操控,它刀片很小,但是那个刀片如果给你本人,你要卸卸了以后,它为了防止你自杀,是绝对不可能让你单独用,也不可能让你待会坚持,坚舌的,对不对,那么,薄熙来这种情况,可能单独关押,单独关押更不可能给你刀片,带铁器的都不可能有,一看就就是,没坐过牢的人, 传播出这个消息,然后呢,游戏评论员,反正是,人给你料,你就大回事了,自由世界里啊,就是,贩是有来源料的,就是,不可能爆料的,一般都一半这一半夹,你就想吧,现在这个,中共统治下,习近平统治,出了间谍法了,又配合了上,配以高科技手段,叫固态识别,脸部识别,还有这个,声音识别,你就画号都没用,你比如说去, 你这个生意书近以后,你只要比如说我打电话,他马上就到了一个系统里面,他不是,不一定是同步监听啊,他可能就进了一个数据库,然后呢,他的警察上了班,就专门处理这人,很简单啊,所以这个是, 一看这个人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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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江湖的小道消息,耳语,猜测,说江泽民活着的时候,他到青春监狱看过起来,不起来,留长呼吸,还歇风道鼓,你就想一想,我们那时候就是,这个,都想挂胡子啊,男的这个,你要十天二天不挂胡子,那都没法看, 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房间是,我在大连开发去看,说是,十,十三个人也有啊,九个人也有,都住了,好好消耗 都是,你这,反复的找警察,我们这胡太长了,太难看了,你没看过那形象,胡子,倒不是兴奋,先,先风道鼓了,那就是,街头这个,街头那些,失荒的老人啊,都是那样, 而且这个胡子,他长完以后,上面不是黑的了,就黄的,蓝的,绿的,什么也都是,啥色的,因为那个营养也不良啊,心情也不好,也不是全黑的,有时候白的,还有的不是白的,黄的,你就不知道多难看,因为你就看别人就行了,那房间那边,怎么办呢,就反复找号长啊,我也当过一段号长,号长找这个警察,警察就不是叫警察,叫政府,是包括政府,干嘛, 就是,那是杨凯迟啊,杨凯迟,那个手,其实他挺好的那人,27岁啊,我和他处理就不错,咱们听良心讲,对我还是不错的,说干嘛,这号里人啊,这胡子太长了,给大家剃一号,就是等到这一天,警察拿的这个,梯子来,就守那种梯子啊,而且他找的人,你还不能给里面的人,他找一个就是那个犯人当中,找一个会剃头的,也不是会剃头,可靠的, 害怕你拿着东西报复人,比你恨水,一下炸死你怎么办,是吧,因为人进来了以后,人不怕死啊,人对死,觉得死了很好,太受苦了,有些人你给他铁器,他就 你自己一刀,我跟你讲,我不是开玩笑,我就看到一个人,人都打他,他受不了了啊,他晚上就值班的时候,晚上得有两人值班啊,总是有两个人站岗,就是不休息,彻夜不休息,两小时,就是,轮流啊,你站,你晚上不管睡到几点,你要起来, 到你就要起来站两个小时岗了,我跟你讲,那折磨你,就这一条吧,你睡得丢当的,我算是受到照顾了啊,一般就我,这个,站第一岗,已经吃完饭了,七点到九点,我还另外一个犯人家站岗,这个舒服啊,因为你站完了, 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不太晚,十点走了,说一睡到天亮,是吧,这算对我照顾了,因为你这个,他当面说你政治犯,你是一个要,重要犯人,别出什么事,年纪也大了啊,你想那些,你想,就是,轮流啊,那倒霉了啊,你睡了一半,起来,哎呀,迷迷糊糊,叫站岗,站岗是房子什么,自杀和被踏杀, 啊,灯泡都是亮的啊,那,那是我受的,那不是,语言不能描述,就跟你讲吧,然后他就,找一个,就是这个人啊,就找一个,警察找一个人,来给你剃头,就大家都排好队,一个接着一个,就像那个,杀主意啊,就头顺着,完了那个人,警察身边站啊,就怕你那个,因为那上面,踢上面有刀具,已经很锋利啊,怕给你剃,嗯,什么剃,就给你毛圈,掳光那把事了, 不肯的一样,我跟你讲,都不能看,头皮都是轻的,有的时候他,处理不好,还流血,就碰一下啊,他碰,他不是故意的,他,技术不行,你想一想,因为那个人和人不一样,有了头这样的,行那行的,长的,扁的,方的,再加上,跟你踢的时候,有个人他也不老实,打打闹闹的啊,年轻人嘛,所以就是说,让了国际来,刘胡须这个事,其实,都不可想象的, 刘胡须,你和别人也不一样,那里都要求什么,踢骨子,完长到什么时候,统一踢,叫寸头,就长一寸的时候,大家都一样啊,都是来踢,踢完就,按照世界和地点,统一,一个号一个号来啊,他号多呀,那踢的人在门前等,你完一打开,这就像,杀主是一个排队,踢完了去,就逮,坐了去,下一个号踢,然后就把这个,这套家门事全带走了,那是,严防的, 这件事,他不是警察来查你这个,你这个刀具,就是那个踢,踢到的,比如说,刀片啊,危险品,是武警啊,就,就,他有时候,是中间是警察,第一岗是警察馆,外边还有港路,站的是解放军,就武警,武警看着警察,就防止警察,呃, 那国外联,对吧,重点防止什么,手机,这个,刀具,啊,这是最终,啊,呢,毒品,啊,总之能够伤进,有害的东西,连那个就,连那个就,连那个就锋利的竹子什么的都都不行, 你怎么可能让薄熙来在勤证监狱里,别人都是寸头啊,都是土的,呃,我估计他领导干部可能好一点,就是给你踢个平头,啊,就像出来那个,呃, 判刑让你站的地方,虽然给你修个正常的投行,那一定是统一时间的,比如说,清证监狱,到了清证监狱,你就不是人了, 你还是以为中央证据委员的,可能你中央证据委员,就可能就是你的待遇,你一般大帮犯,犯人要好一点而已, 你看以前那个,有一个在,我忘了叫什么,一个管理的一辈子,清证监狱的人写的回忆录,没有特殊待遇, 所谓特殊待遇就是说什么呢,不打你不骂你,那就是特殊待遇,啊,我告诉你, 你人进那里,你根本就是,你不当回事,我告诉你们一个可靠的消息, 辽宁省有一个,入籍领导干嘛,和我官员很好,前几,以前,他跟我讲, 他说他是,这个人曾经当我很大的领导,啊,曾经上这个就是北京去开会, 说开会结束的时候啊,中央政局安排他们参观,到清证监狱参观,走一圈, 为什么参观,那时候死人帮还没死,还没死,还关的, 就让他看死人帮,说一个人一个小屋,他说就像狗一样, 有个洞,就一看里边坐的人,你是姚文元,是无法现,是求毁坐, 那时候不是人,就是算了一个狗,真的, 说是中国这个,这个监狱是最黑暗的,我跟你讲, 怎么可能给你特殊,你还整个就是先锋盗鼓啊,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点,不符合事实啊,不符合常识,就关监狱法, 他有规定,关哪这一点,这一点,我刚刚绝对不会让步, 任何人都一样,你只要进去以后,他对你的管理, 就按照监狱法的规定,一个是你根本不能留长头, 一个是灯不能熄,24小时永远是亮着灯的, 这都是纪律啊,纪律当中的纪律, 而且每一周,每一周,星期六都要清洁, 清洁是谁进来,就是武警进来,警察都不知道啊, 武警突然就进来了,都站好,都到手上站着, 包括警察都靠边站着,然后他就开始搜查你的被褥, 每一个被褥啊,每一个角落啊, 那都是真是挖地三尺啊,找什么,找任何可疑, 你有什么纸张,笔,刀片,什么危险品,药片, 都不允许啊,那什么也不能有, 我跟你讲,而且所有的犯人还要脱鞋脱锅, 一死不挂,他要看,说他讲是美其名略, 是房子你们互相殴打,打伤了, 其实就是羞辱人格,你光疲过, 他就很仔细了,我跟你讲, 你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什么什么电动器, 刀,还有什么化妆品,什么也没有, 我就跟你讲吧,一无所有啊, 我都五年龄一个月,我不知道, 你看月仙在大连,摇甲看众所, 我在梁山看众所,带过啊, 最宽松的是女生海军基地看众所, 它是最宽松的,那最倒霉的就是这个, 这个大连开发区看众所, 越往这个泄议基层看众,越苦, 他刻扣你的,就是粮食啊, 你吃的东西猪狗吃一样, 我就跟你讲吧,你都难想象吃啥东西, 那个食品上那个袋子, 我都看过,要是什么禽兽自亡, 是喂猪的,那个袋子, 里面那个米啊, 那个米长一层黄的, 就是腐烂变质黄的毛, 你就想想, 那个味儿,我跟你讲, 这个瘦味儿,叫瘦味儿啊, 所以这个清清监狱肯定会待遇好啊, 但好也不可能让, 多起来流口须, 你再看下边这一段, 更是在这下扁, 说什么呢, 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 一直大骂江泽民, 不可能的耶, 他还规定你家属规见, 亲友规见, 首先第一条就是不得, 谈及暗情, 谈及暗情就停止了, 他就停止, 他见你之前, 比如说你太太来, 亲戚朋友来, 你弟弟来, 哥哥来, 是吧, 妹妹来, 他就事先你领那个小票, 就同行证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了, 纪律, 你们交谈的时候, 不能谈暗情, 只能谈什么, 身体, 大哥总身体挺好吗, 好, 有病吗, 没什么病, 给家人也不错了, 给你买份饭, 你就看着你吃, 什么也不能讲, 一讲, 警察人, 停止, 尤其是播起来, 他不可能没有人监听, 连我的小人物都有监听, 有时候俩监听, 还有记录的, 原干事, 原以轻, 你比你问原以轻, 郭强, 郭强当过我管家, 原以轻就真好, 但好, 他也是害怕, 你都讲了什么, 有记啊, 记录的汇报, 一记一碗汇报, 你和我播起来, 那难以想象的严格了, 怎么可能让你, 什么还大骂, 什么大骂江泽民, 说播起来热对江泽民, 忘恩服役, 面对胡锦涛的团派撅起, 心生恐惧的江泽民, 选择了西北接班人, 并在最后时刻, 同意把他周永康打入地牢, 这完全是笑话, 凭着想象人, 怎么可能他让你讲这个东西, 你想播起来这种人物, 令计划, 周永康, 现在官的里面人多了, 那首先你要会见的时候, 他经过层层的审批, 家属还得写保证书, 还有人监听, 录像录音, 那是重重子重, 搞不好都不允许你这些路见面, 都可能是隔一个玻璃墙, 现在都是玻璃墙了, 我们那时候没有玻璃墙, 就是你家人和你就是促习三习, 就坐对面, 什么都不能问, 你稍微讲一点就是案情, 你发点牢骚, 马上停, 停, 我告诉你, 再讲下去, 永远不让你姐姐, 你家人就在屈服, 因为你家人见什么样不容易, 监狱法规定是你一个月可以见两次, 实际上他让你吃就不错了, 对我还行, 这本人都让我见了, 大概就有一两次他不太高兴, 也是讲的案情的事, 你连你自己想申诉, 没那个事, 共产党对这一点他插进, 监狱法讲的对犯人有利的合法要求, 你没有一个人达到, 你还想什么, 他那里讲的你可以申诉什么的, 你申诉在经过组织上一层层, 你写好了给他看, 他同意了, 你修改完了再送上去, 还不上哪去了, 完全是胡扯, 一看就是这是小说吧, 是不是啊, 你看他讲这个, 另外呢, 说当年江泽民地壁不稳的时候, 他父亲播一播几次出手相救, 使得邓小平完全认可了江泽民, 而江泽民再三项播一播承诺, 重点再评播下来, 胡温倒播没有江泽民的同意, 虽然倒不了, 播下来进政局是江泽民立行的结果, 原本让播起来接掌副总理, 胡温不同意不认同, 不过只好离开北京去了重庆, 而离开了北京, 播起来政治能量就无法播及全国了, 最终因为王立军事件被送到群城, 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常识, 这个东西你不认为案件之前, 包括我在那里, 不是讲了多少遍了, 这一看就是按照网上的, 大家都知道的消息在那里, 下编, 就编这么个故事, 一点没有什么心意, 你就想想怎么可能讲这些东西, 还点着领导的名字, 江泽民已经死了, 你这种政治人物的名字, 你都不能点哪, 假如他家人见面一定是什么, 我相信他能假如, 不过现在还活着的话, 假如见面的也是谈什么, 他家的事, 你比如说小孩在哪里, 在美国, 是加拿大, 这可以谈, 身体怎么样都很好, 好好的也别出什么事, 这么大年龄了, 营养怎么样, 有没有病, 只能谈这些东西, 那不可能让你穿什么, 回来回物乎, 有些江泽民, 这小型, 这一看就是, 完全是一个政治的小故事, 是吧, 看挺热道的, 这是一点, 还有什么呢, 他这评价也不对, 他说如果十八大, 博写来顺利路长, 以博写来的个性和胆识, 习近平修宪极无可能, 太子党在高层, 博弈和制衡, 远比人想象的更精彩, 这更胡扯, 我就跟你讲一件事, 咱们事求是来讲, 你回想一下, 博写来在重庆看长虹打黑的时候, 有一次他就是开一个会, 他给他儿子叫在身边站, 你去看, 都有照片, 好像也是讲什么, 反正就是这些, 说一套说一套吧, 是吧, 好像是讲什么, 讲这个, 连政建设, 对干部进行连政建设讲什么, 讲得很好听, 是吧, 这都是讲一套做一套, 他家的腐败, 你以我了解, 我写了多少个文章, 你帮我们好好看一看, 你再来看这个小文章, 根本不靠谱, 他为什么要给波光带到身边去开这会议, 那就等一下外界释放一个信号, 他从那时候就开始培养, 不会挂挂, 就像习近平培养他的嫡妻, 想搞忠贞制一样, 只不过他是有儿子, 不过习近平没儿子, 又女儿, 对吧, 习近平比他能够隐忍, 低调, 或许更狡猾, 藏得更神, 更邪, 他是更张狂, 更浮躁, 更傻, 穷得色, 早早就让人知道他野心了, 是吧, 他失败在这里, 你想习近平绝对不可能, 把这帮小红打一顿, 扇着嘴巴, 他就是不储, 不买, 他也不会, 为什么呢, 你不剥里头, 是不是呢, 他比习近平幼稚, 张狂, 和穷显代, 就这个区别, 他上去, 他一直在搞终身制, 他也在让他儿子, 这个继承他的位置, 他不让他儿子继承, 他为什么搞这活动, 把他儿子带上, 带身边, 就像金正恩, 今天出去四叉, 把他女儿, 金正恩爱, 再带在身边, 那啥意思, 就将来让他接班, 算是独裁者, 你记住, 都是自成, 自成副业, 都是要世袭制,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能保留他的权力, 你想想吧, 因为你这个, 终身制, 作恶多端, 你最怕的事, 就是一下台以后, 别人清算, 一定是清算, 你像普京, 他的结局, 一定是他的后来, 清算的, 不论你连续多少统治, 你看今天, 他没有连任了, 他又连任了六年, 你在六年, 总有一天, 你从地球上消失, 化为尘土, 为什么呢, 你不可抗拒此死亡, 对吧, 这最公平的, 毛泽东也是一样, 毛泽东当时, 像位置就像留给毛岸英啊, 要不他为什么, 我们叫做到前线, 到朝鲜, 大家都想有点正习, 有点成绩, 因为那时候, 打朝鲜, 打这个联合国军队的时候, 将领们不愿意, 因为刚解放将领们心想, 咱们毫不勇于, 经过战争年代, 终于可以, 过上美好的生活了, 终于可以换老婆了, 终于可以换小叫车, 度上高楼大萨, 再也不用吃小米了, 这家吃大米, 是吧, 不过穷舍极的生活, 你要打仗, 他们不愿意, 毛泽东怎么办, 反打仗的人太多了, 林彪为什么跑到大连去疗养, 不听大连的老丈母讲, 林彪就是为了想不参战, 我不参与这事, 你们愿意打, 你们打, 毛泽东没有办法, 给自己的儿子送到牵线, 一个是什么, 榜样起座, 你看, 你看, 我毛泽东带头, 对不对, 你没有理由不参战, 第二, 我的儿子要建功立身, 将来好接班的时候都有政绩, 是吧, 你像蒋经国也是一样, 蒋介石为什么让蒋经国一步上来, 干了那么多的位置, 你看看台湾的电视, 就是台湾演艺里面介绍, 都很详细, 他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他儿子继承他的这个职务, 继承他的位置, 他的思想意识, 就和习近平, 波西来都是一样的思维, 就是说呢, 才能免于清算, 他不可能把位置给别人的, 所以这个一看, 这边的人让你忽悠, 就是假新闻, 就是搞不好这次波西来的党羽们, 累的假料, 我倒不认为是蔡生云本身搞, 因为什么以前我不了解这个人, 我只是看到他有些东西, 好像还有点内部来源的, 越是这样的, 往往越是一半整一半假, 他给你点真的, 在给你点假的, 他这目的就是迷糊, 迷糊这个广大的读者的什么, 让他们抱有幻想对共产党, 好像换了国际来就弄好, 换谁都一样, 只要共产党不灭亡, 我跟你讲, 共产党这个体系, 一定还会重新塑造一个什么的独裁制, 一定是这样的, 习近平成长过程也是必然的, 也一点不奇怪, 对不对, 只过是他比江泽民, 比胡锦涛更坏才导致这些人的情况, 你说是不是, 你也不能说胡锦涛不想纵人之, 虽然胡锦涛也想, 这他这能力不行, 他想这样, 是因为他背景不行, 他是看家狗, 他不是红二代, 人觉得他是临时让他带过来, 温家宝意思一样, 是吧, 咱不复有一些是好人, 像胡锦涛和赵紫阳比较好, 但比较好, 他也是党官, 他不是党官思维, 我就问你, 他为什么六四的时候, 赵紫阳不站在坦克上, 还回什么中南海, 温家宝他回中南海干嘛, 自己站到群众身边, 学生一起开干, 共产党不就颠覆了吗, 他跳不出这个历史的局限性, 其实就是什么, 反映共产党的反动的本质, 他这本质就是一党双征, 他的实质上不就这样吗, 任何人的要和他分享权力, 他都不可能暴露, 是不是啊, 所以他这一看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小道消息, 用这个方式来迷惑人们的视线, 将人们对中共村友幻想而下, 如果是薄熙来这样有才能的人, 有精神品格的人上来以后, 他就不可能使习近平修宪成功, 习近平修宪成功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体制, 不是别的, 是体制的必须来导致的, 我就问你吧, 你就想一想, 他派了这个军人拿着这个宪法, 到这个人大里, 呯呯进行什么意思啊, 那就拿刀夹在那个人大代表的脖子上, 逼迫他们不得不签字, 不得不同意什么就是修宪的, 而且之前发生什么事, 李克强肯定反对他修宪, 是吧, 众人知, 你看他下令先给杨静抓, 他为什么抓整小姐华, 那不就为了整杨静吗, 杨静是包头人, 小姐华的老婆郑华也是包头人的, 一看就看出了, 他是政治斗争, 只不过那时候, 李克强手里有点钱, 杯葛了, 他没给杨静送到监狱去, 高举轻放, 这样一计啊, 但是呢, 他肯定是和这个习近平 大成了一肮脏的交易了, 我同意你修宪, 你别得杨静派行, 你八点不离十, 我刚刚我判断的, 所以他们都是一样的实际上, 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价李克强, 肯定他好了丢, 并不等于说我们赞成这个政治制度, 我老江现在回想, 我这一生走着道路, 吃着苦头, 我才知道, 你不要对他们包有坏心, 换个人, 何况就换人, 也不是换不起来, 这种人呢, 他比习近平还坏, 我就跟你讲吧, 你看他在大连吧, 那个太阳女那个张维杰, 那都大连人人都知道了, 你和他有这个事以后, 他自己这个骨骼来受不了, 给那个张维杰整成啥样了, 都整啥了, 人到现在都找不着, 对不对, 你说这些东西他和习近平比较, 是比习近平坏还是好, 我认为他俩都是, 本质都是一样, 一样的坏, 只不过什么呢, 机遇不一样, 人家习近平坏的, 什么换到点栏上, 人家还在喂, 你一次没换到点栏上, 换走到监狱去, 这就很正常, 对不对, 大哥小阿哥, 政权夺利啊,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不值得同情啊, 至于说他在监狱里, 什么待遇, 外界有传说, 我告诉你, 逼一逼他的损据, 也就是什么呢, 一个传说讲, 他说他已经保外就医了, 你看那个甲网正小朋友他讲, 他说他在南方保外, 我得到的消息啊, 他在大连保外, 那到底保外在什么地方, 咱们不好说, 是吧, 我估计呢, 因为这时间挺久的, 再加上他毕竟是红二代, 再加上他本身在疏远, 习近平在想拉拢拉拢这, 红二代, 对不对, 他不能都得罪啊, 可能也可能在外面就是软禁了, 那软禁条件就相对好一点了, 即使软禁也有机遇, 也不可能让他留着大胡子, 先锋道骨啊, 那胡扯的, 一看见他本来就, 波西来这个人啊, 是很主意修饰的, 他不是一个脏气息的人, 他就在像波西, 像郭文贵这种人, 就是特别注意外表, 你看他这个见到外宾的时候, 必须打着西装领带, 你又不带西装领带的生气啊, 他这个人, 特别注意外表西装革履的, 戒人的时候, 一张长得就是很光鲜, 是这么一个很伪善的一种人, 不可能变成就是, 先锋道骨这种, 很洒脱的这种人, 就是像他这样, 胡绪这么长, 那也不符合他思想性格, 你要说这个其他的人物不了解, 我太了解他了, 你就像他到大连去, 当这个县委副书记的陈米良, 和我输得不得了, 其实现在县委书陈米良嘛, 对不对, 后来那个, 金州法院院长姓齐啊, 对不对, 和我是一家子, 你就想起来, 我不必你了解他, 你那了解仅仅是看着文字, 我是活生生看着这个人的崛起, 然后这个人的堕落, 说这个人的毁灭, 这个人的一切一直到最后, 我不清楚啊, 我还深受其害, 是不是啊, 所以看这些新闻啊, 你们要保持了一种警惕, 就是自由世界有这点好, 什么都可以发表, 正因为这样, 你看这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 有可能是假的, 有可能是真的, 你顾且听字吧, 当然, 我再次讲, 我尊重所有的评论啊, 我, 这个蔡春坤以前有些很好的啊, 我不去表扬了, 我去表扬了无数次, 我要讲了什么, 这些消息啊, 会员塔, 这都是给他喂料的人, 喂的, 故意喂的假的, 喂的真料, 是吧, 你比如说我今天得到这个消息, 有的时候有些人给我喂的料, 有的是真料假的啊, 要大家要注意驱舍, 因为你这个在外面吸气自由流动的, 你如果上当受骗, 就愿意自己的渐变能力太低了, 是吧, 你千万不要看, 不要按照国内那个四倍招, 因为国内老百姓傻傻, 就是什么都是独家经营, 只要看着签字就觉得这个都是真的, 其实这是最大的欺骗, 就是说谎言变成签字, 是吧, 这是最吓人的, 你过去在毛泽东时代看的, 不都假的吗, 上一场我给你们讲过雷锋, 雷锋是一半真一半假, 你看新华社辽宁分社副社长, 雷玉民是写作人之一啊, 我和那个住盘景的记者小带, 我们俩在雷锋集电馆餐馆, 老雷还带队吗, 就在雷锋那个像下吧, 就那些雷锋诗集不有很多文字下吗, 咱俩就逗这个老雷, 雷市长咱问你, 咱们都是小字边请教你个问题, 你说你写这个雷锋的报道, 是不是一半真一半假, 他笑, 他不回答, 他没说是假, 因为是真的, 就是证明雷锋是个好人, 但是被大大的夸大其次了, 因为毛泽东见证之初的时候, 就需要一个雷锋这样的, 一个听话的螺丝顶人的时候, 他就塑造这么一个典型, 来忽悠老百姓, 是不是啊, 我并不是否定说雷锋没做过好事, 他确实是个好战士,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 没那么完美, 那是后人给他虚构起来, 以便欺骗中国的渔民, 是不是啊, 所以他不回答, 我讲你, 你不信心问问, 我都可以告你, 我会随意啊, 问你老雷, 这个人是新华社处韩姐, 有几个记者站, 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 叫戴相臣, 你给我问问他, 戴是戴立的立, 像是牧子旁, 臣是臣, 我当年和他怪义超好, 你问他, 我和小戴俩一块, 问了雷渔民啊, 我在这讲这视频呢, 我越改变不了, 我跟你讲, 我都赖都赖不掉, 我不承担法律, 我不敢乱讲, 我跟你讲吧, 我这一生经历时, 我的脑筋超好, 我跟你讲, 几十年的时候, 我都不忘, 我要告诉你, 中共啊, 是善于欺骗的, 它现在也善于利用海外的自媒体, 欺骗海外的华人, 好, 好, 谢谢, 再见, 明天见。